就在公布成绩结果瞬间 孩子们喜极而泣 激动万分 在台湾看直播的孩子们一样群起激愤 开心雀跃 这是2023年7月 嘉兴和桃山国小合唱团 在汽车集团发起的 圆梦国家队计划支持之下 在韩国以及新加坡国际合唱比赛 摘下了金纸奖的好成绩 而这一趟梦想旅程尚未结束 梦想的种子持续发芽 因为公益计划持续推动 这次要送他们到欧洲比赛 回到意大利以及纽西兰 集团包括基金会及关系企业 共同就决定移入他们700万元 三个特色安排直牙的一个体验营 到家庭住宿 第二个特色呢 音乐会的时候也一起来表演 第三就是长期的资源合作 集团帮助我们以后 我们就比较不会像我们的苍蝇一样 我们可以把更多的人力跟精神 放在训练上 不只是在经费上的益助 也办理了很多的活动 出个比赛 其实孩子学到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坚持以及在乎 2022年起 启动圆梦国家队公益计划 进入第三个年头 长期持续赞助合唱团 支持他们大步走向国际 一一圆梦 但这不是起点 除了捐赠出国经费 集团也发起了 由你加一公益募集 让创造无限可能的背后 有着从不缺席的强力支持 感谢观看